这不是说工业的电价 就是财神人员在德国平常压倒你的电价到那么低 如果你去直接那个IBC的那个发电市场 你直接买给它所有的收拾并下的电价 在德国其实如果你看大众位的公司 就是说在盐管上的电池那么多 你一定要买掉它 因为它是太多 所以会变零下 奥地利做很好的很聪明的事情 他们有那个河 高山的河 所以他们用零下的德国颠家 牙水在那个河上 然后德国的电价比较高 我们在这买给德国 他们买给我们吃饭 有很多钱 这个是只有施展的后果 这是其实我们要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看小费者的电价 不一定是全部跌价的情况 这是第一 第二是当然 法国那个有核能的那个毅力很高 2.7成 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那个 一个极数的成分很难很难就定 我们不知道 法国政府那个发电公司 他们要不要达进去那个一个保险费 那个非养费 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角色真的是一个施展的变化 或者是一个 还有一个人物 有些秘书的家庭的家庭 所以很难比起来 你记得那个没有电的情况 其实有那个陶建的有关系 法国虽然有那个核能工厂 你得过跟罗 跟罗 跟罗 那个 那个 你得过那个没有电的那个 事件更高 其实都很智慧的电话 电话的 电话的 他会决定 那个没有电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失业率 嗯 可能 严加 你看那个那个 一个公司 一个平均公司的那个 能源的成本 把 它全部成本的百分之多少 那可能你会发现 它可能 百分之十 二十最多 就百分之八十的成本 有别的 所以一个公司 把这样的汉王 汉王还是不汉王 百分之八十 不是很明显的关系 当然不是所有的 可是平均的公司 所以不一定能源的 加钱 或者这些 影响市民 能源的影响市民 能源的影响市民 嗯 现在回来一个问题 其实跟这个有关系 有的公司 管 人家 有的是 公司非常管它 你看台湾的情况 其实我不可以说 公司 有默默的 想法是变了 有的台湾公司 非常主动的 支持 娱乐的未来 因为他们 靠出口 需要 绿色的 呃 需要 节约的 情况 节约的那个情况 而为了保持 他们的标准 危机的标准 尤其出口的 那个 公司 别的公司 他们肯定 小号很高 他们当然不要 定价会挺高 那 你现在看别的 别的情况 当然 讨论 平常人 比较有钱 他们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呃 我其实不可以回答给你一个 谁 谁不够 不知道 灵活 或者不够讨论 呃 也可以说媒体 媒体 他们怎么报告这个事情 很多媒体 不是报告我们的分析 他们报告我们 这是一个下方 呃 你可以 如果你分析 你可以找到 我觉得很多方面 你可以更多研究 你可以更多调论 你可以更多看 一个比较成绩的一个目标 台湾在 德国要40年未来 有 怎么样的 能力 他要 还有40年未来的 一个目标 如果有这样的 一个成绩的目标 对德国的例子来讲 帮助我们 找到一个 全 全社会的公式 因为我们有 成绩的一个目标 如果我们继续调论 和能 或者一个技术 或者一个 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可能到进去 还没有 很明显的情况 你 在这样的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也要做出自己的影响 对 那么 这样 我答 那边还有一个朋友 介绍一下 是吧 大家好 我是全国教授工会 中年文威德斯巴夫 主任 五星站 我是先生国家老师 我们会里 包括 我们会里的会员 是 从幼稚园到大学的老师都有 最多是中小学老师 目前台湾有 六到五八万老师是我们会员 当然我们的立场 都有可能影响到 全国二十万的中小学老师 可能影响 不是说每个人挺我们的 去年 去年我们理事会 通过了一个很明确的建议 本会支持何时 不应该上转 第二个 本会要求政府 依照我们的法律 提出 非有家园的时间表 因为技术法律已经规定了 但是中国只是没有提 这个决议当然影响到台湾 很多关心政府政策的中小学老师 所以有人在问我们 那台电那些讲法怎么办 最近大概4月30号前后 我想4月30号是因为 4月30号那一天 是政府 政府因应林英雄先生的金石 还有明天的行动 说何时提供 前后 前后各位看到 那个经济部在媒体上不断的讲一些话 大概都 有些东西都是从德国来的 比如说 刚刚天委员讲的 德国跳电 很多很多次 真的那么多万次吗 一天要多少几次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对台湾民间是很有影响力的 就是台湾的民间怕跳电 企业怕跳电 因为一跳电 就要损失多少钱 多少钱 那民间就想 天啊 那夏天那39度的时候 跳电不热死了 对不对 那再来看看还有经济发展 那边跳电 那我们经济发展怎么办呢 会不会再 弃出手 人就没有工作了 怎么办呢 所以台湾很怕跳电 所以我想请你 就你所知告诉我们 那个德国所谓跳电 跳那么多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没影响到你们的经济发展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知道这个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前一阵子 那个经济部有讲 我们经济部有讲说 德国 因爲什么什么因素 大家都讲天假 德国有24%的企业 自己发电 这个其实对台湾 那种可能性很多人听不懂 因为台湾一下 没有什么自己发电 台湾的电都是台电的电 它也不让你自己发电 其实有啦 其实有啦 它会用很多障碍 让你放弃自己发电的 那个想法 所以 台湾没有那个概念说 好 那我们这个社区自行发电 我们这个企业自行发电 我就不要台电的电 顶多什么 我这边电力系统 要维修干嘛干嘛的 然后再接四天进来 我们台湾没有这个 大部分企业 我也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之前有一个企业就说 我们一个月交一亿元的电 我们很需要电力稳定 或者我想一想 那如果他一个月交一亿元的电费 那一年就是二亿元的电费 那我想他如果自己做一个电厂 应该可以省下很多很多钱才对啊 怎么有那种笨的企业 这代表企业没有自行发电的概念 也代表我们国家 其实用很多方式 让人的电是垄断的 所以我想知道 那个德国在 让大家自行发电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什么样的协助 或者有什么样的宣传 让我们知道 也许我们知道一下 台湾呢 就不会想说 一定会要台电的店 也许我们 那个 足科自行发电 我们在乡下设计 就自行发电 那台中自行发电 那哪个地方自行发电 我们大部分的自行发电之后 台电那个店就关掉了 或者当备用就好了 谢谢 我想知道 德国的看法 其实很简单 刚刚听的问题 都用一样的回答 因为有那个自由市长 就是 就是说 德国人相信 自由市长会 够 安排那个工艺 发动工艺 他给企业的选择 自己发电 所以用 如果要这样的投资 经过 都是因为有自由市长 这是德国人非常 一面的详细 那 如果你要跟台湾比起来 我现在已经说了 不可能 因为台湾有那个台电的垄断 因为台湾有点价物件 所以 你要 你要想出来一个 像德国的未来在台湾 你要跟大家说 点价物极高 点价物极高 再会有任何一个公司 投资在一个 发电影的工厂里面 再会鼓励大家 接用 他们接用 多何事不需要 可是 你要 你要说清楚 跟大家 可能 你可以 看一个长期的 未来 或者说 不是民间 马上自然 一步一步到那边走 就是 不管如何 如果 你要改变台湾的能源整色的情况 然后 变加而激动 如果你 不说出来这个事实 你不可以再变台湾的 目前的情况 如果 我害怕 没有变得不如 你还是 但是 接受 无限的情况 会 继续这样 就是 你跟大家说 要变加的情况 跳电怎么回事 就是 临时停电 跳电怎么回事 就是 电力不稳定 然后 造成 工厂在 运作的时候 突然没有电 我们进进步说 没有这样的情况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很多 那他们算这些数字是 真的 平常是很小 很小范围的 的 的事情 也很多的公司 其实他们 尤其是 呃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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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尤其是 尤其是 呃 呃 尤其是 呃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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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這個資料的官員是很客氣的說 我是不知道你們臺灣電力公司的跳電是怎麼統計的 我們德國跟臺電很難相比 我們德國就跟其他國家相比 那我就看了一下 特別注意一下法國 法國 75% 都是核電 他們的跳電紀錄幾乎是德國的三倍多 所以電力穩不穩定 跟你的綠能多寡無關 跟你的管理的技術有關 剛剛講說電力自由化 我們一定要改電業法 但是電業法是誰在主導 是經濟部的臺電在主導 所以永遠不可能改得成 我們前不久不是調轉過電價嗎 那就是要求臺電要提一個改革的方案 沒有錯 就把電業法提出來了 電業自由化也放在裡面了 但到現在就是完全沒消息 在立法院順目難行 第二點就是如果我們國家花了三百億 花了五年的時間 往而全國的知識認識跟科學家做了一個能源國家型計畫 去年五月國分會主委駐經濟到立法院來報告 所以我們四大耗能的部門 電力 住商 交通跟運輸 好好的節能可以節多少 大家想一想 百分之三十九 可以節掉百分之三十九 如果我們可以那樣的節能 我們的電費貴一點 最後你的總支出 搞不好不增反減 大家實際上可以考慮一下 這是剛剛我們副處長講的 就是我們電價會提高 但問題你好好的節能 事實上你的電費 事實上少不好會減少 因為德國人非常節省 如果說德國的電價 會使得德國人生活很混淡 事實上這個政策是走不下